新春佳节 每家每户都在团聚庆新年时 张兰依旧忙着赚钱 为了让自己直播间热度不变 她一边带货一边内涵明星前妻 招式可谓花样百出 虽然S一家已经和汪小飞完全脱离了关系 但张兰仍不愿意放过钱而席 近日又再度模仿起了大S聚俊叶的奇博照 1月25日张兰照就直播 过到中途张兰和助理开始表演节目 张兰挽着助理在直播间走秀 两人摆着各种姿势 张兰和助理相处时也毫不避讳 最后甚至直接躺进了助理怀中 两人表现得十分亲密 原本张兰只是在展示衣服 但没想到她突然一手按住助理的肩膀 另一只手指着地下 让助理单膝跪下 随后撑着助理的肩膀跨坐在她身上 模仿着大S和聚俊叶当初的奇博照 虽然张兰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嘲讽意味十足 画面曝光后 无数网友都在讨论着张兰的这一行为 大家都吐槽张兰 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 为老不尊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是大S先刺激张兰的 据悉当天直播时 张兰也曝光出了大S做的一件事 大年初二当天 大S给汪小飞发来了一张全家福 照片是聚俊叶和汪小飞儿女的合影 看到这张照片 汪小飞十分气愤 但大S不给她任何喊话的机会 直接将汪小飞拉进了黑名单 大S的这一行为 彻底激怒了张兰 这件事情曝光后 还有不少网友为张兰汪小飞喊冤 所以也有人觉得张兰嘲讽前儿媳只是在反击 其实一直以来张兰嘲讽大S的行为就没有停止过 即便在汪小飞的离婚案进入法律程序后 张兰也无时无刻地在直播间聊着儿子和钱儿媳的事情 模仿大S剧俊叶的杂志照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去年11月份张兰就曾在直播间狂撒卤蛋 嘲讽大S拍杂志时撒爆米花 除了嘲讽前儿媳外张兰也不愿放过聚俊叶 多次在直播间内喊他吃软饭 在家不穿衣服等事件 前端时间张兰还带着助理在直播间大跳骷髅的歌曲 该行为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指责 大年初四聚俊叶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出备受好评 在舞台上的模样十分抢眼 不过网友都预测张兰近日也会模仿这场演出 不知道到时又会是怎样一副古迹的场面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